撞破老婆好事后 老婆哀求说你放了我们两个吧 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我没有理会老婆 而是淡淡地看向那个男的 假装满脸悲痛的样子 我老婆不会这样做的 你一定是强奸 一边说着我一边报警 全程死要强奸 果然眼见明事便行事 那男人急了反手卖了我老婆 午夜时分 一辆车在夜幕下飞驰 最后停在了一家 酒店门前 推开车门几个人跳下车 气势汹汹走进酒店大厅 几位伴里入住马 前台值班的小姑娘 看着我们一大帮人 小心翼翼问到找人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插在兜里的双手 早已握成拳头 请问是几号房 小姑娘偷瞄了我们一眼 滑动着鼠标问到806 朋友小程点开手机看了下 很肯定地爆出房间号 好的 我联系下806的房客 请问您贵性 小姑娘说着 拿起吧台上的座机 就要打电话 不用联系了 直接把房卡给我就行 我伸手按住了电话 先生 这不符合我们的规定 有外来访客 应该先通知房客 得到允许后 虽然有些害怕 但小姑娘还是鼓足勇气 背起了酒店规定 我们是警察来办案的 打草惊蛇了怎么办 表弟掏出驾驶证 飞快地甩了一下 又装回去 故作严肃地说道 小姑娘被镇住了乖乖 拿出备用房卡 小程 你在这盯着 别让她通风报信 我拿过房卡 转身朝电梯走去 我们一行人很快 来到了806门口 这个时间段 酒店很安静 大部分住客都休息了 走廊里空无一人 隔着一道门 隐约能听到 屋内不堪入耳的声音 我脸色铁青 深呼吸了几次 才能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把手中的房卡 对准门锁地的一声门锁打开 不过只开了一条缝 还挺谨慎上了防盗链 我抬脚踹了上去 喷得一声巨响 防盗链断了 房门大开 房内响起一声尖叫 我带头冲了进去 其他人一拥而入 圆形大床上 白色被子高高隆起 还有丝只脚露在外边 表弟一把掀开被子 躲在下面的人 曝光在众人眼前 一男一女一丝不挂 突来的变故 把两人都吓傻了 像两条缠绕的死带鱼 抱在一起忘了松手 女的我很熟悉 是我的老婆柳如烟 难得我也认识 叫王少光 是个自己创业的富二代 说起来 我和王少光还是竞争对手 他公司的大部分业务 都和我有冲突 我的老婆 怎么会和我的对手搞在一起 四个小时前 还在外地的我 接到了朋友小诚打来的电话 坑坑吃吃绕了半天圈子 我才听明白 原来他有个小兄弟 带女朋友去酒店开房 结果撞见我老婆 和一个男人也来酒店开房 我不认识小诚的小兄弟 不过我新公司开业的时候 小诚带他来道贺 见过我和我老婆一面 要不说年轻人机灵呢 这个小兄弟 当时没声张尾随 我老婆上了八楼 还悄悄拍了几张照片 等柳如烟和那个男人进房间后 他记下房间号 然后联系了小诚 小诚又给我打了电话 但凡是个正常男人 谁能容忍自己头上 顶着绿帽子 挂了电话 我就开上车 一路超速赶回来 带人来酒店桌间 同床共枕了六年的老婆 竟然趁我去外地谈生意 背着我干这种事 桌间在床铁正如山 文革怎么办 朋友小军用手机 对着床上的两人录像 征求我的意见 妈的三刀六动 是死是活看天命 表弟拔出怀里 一时多长的枪 刺举起来就要往下炸 不要啊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 王少光一把推开柳如烟 抱着枕头 护在胸前求饶 表弟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微微摇头 去你妈的 有你说话的份吗 表弟一脚踢在王少光脸上 鼻血蹭的一下就喷了出来 我和表弟 从小玩到大默契程度 堪比心有灵犀 虽然柳如烟 给我戴了绿帽子 我也很生气 但闹出人命就不划算了 损人不利己 不过打人还是没问题的 总不能让我看着柳如烟 和拼头鬼混 还得和颜月色 跟他们讲素质讲修养吧 表弟自然明白 我此刻想要什么效果 连着脊脚踢过去 白色的床单 红了一大片 不要打了 王少光的哀嚎声 唤醒了柳如烟 他奋不顾身站起来 张开双臂叫道 全身上下寸缕 未挂隐私部位 全都露了出来 跟我一起来的都是男人 看到这场面 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表弟是自家人 他才不管这些 扯住柳如烟的头发 把他甩到一边 又踢了王少光一脚 你敢打我 我是你嫂子 柳如烟捂着被扯疼的头皮 气呼呼地冲表弟吼道 也是 靠着我林志文老婆这层身份 让他无论到哪 都备受尊敬 尤其是在我的圈子里 谁见到他 不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嫂子 结婚六年 他早已习惯这种 人上人的身份 变得有些飘了 他忘了这是在哪 他干了什么事 去你妈的 看我哥的面子 叫你一声嫂子 不看我哥的面子 你就是个破血 在这跟我摆什么谱 表弟反手又是一巴掌 打得柳如烟捂着脸 说不出话来 我一直冷眼旁观 除了愤怒以外 还在思考 要怎么解决这件事 林总林哥 你放过我吧 求你别打了 我再也不敢了 王少光被表弟 踢得满脸是血 翻过身来 跪在床上磕头哀求 我用脚尖挑起 掉在地上的被子 甩到柳如烟身上 给他遮体 文哥干脆 把这对狗男女捆起来 扔到车上 拉出去游街 见到表弟 打柳如烟 我都没反应 大家也猜到了 我的态度 小军出了个主意 质问我们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生病了 我冷得厉害 他他只是在替我取暖 一听 要被拉出去游街 柳如烟顿是慌了 结结巴巴为自己辩解 只是这借口 你他妈当我们是傻子呢 取暖还能用得上着玩意 表弟用刀尖 挑起一个用过的套 甩到老婆脸上问道 柳如烟又置物着 说不出话来了 有喝 你们这对贱人玩得还挺哗哗 这还架着摄像机呢 怎么留着以后回味呢 表弟环顾四周 看到窗边立着一个三脚架 上边摆着一台DV镜头 正对着床 我拿过来看了看 还在录制 而且内存卡里 可不止今晚这一段 志文放过我们吧 我们是真爱 就在我脸色阴晴不定 纠结着要不要采纳小军的建议 把这对狗男女 拉出去游街的时候 柳如烟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抱住已经被打成了 猪头的王少光对我说道 这是在挑衅我 还是跟我摊牌了 柳如烟是了解我的 知道这种事被抓现行 我肯定不会继续和他过下去 离婚是肯定的关键 要看怎么离了 你他妈还有脸 表弟气得仰手 就要打人被我拦住了 老婆 你是不是被这个混蛋给欺负了 我握着柳如烟的手 假装一脸伤心的问道 我的话让整个房间 瞬间安静下来 不管是我带来的人 还是床上那对狗男女 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这种情况 我哪怕从表弟手里 抢过枪刺筒那对狗男女挤刀 他们也不会觉得意外 哥 你是不是气昏头了 说什么呢 这都上床了 表弟最先回过神来 使劲拉了我一把 大声说道 不可能如烟不是这种人 他怎么可能背着我出轨 他一定是被这个混蛋给欺负了 我甩开表弟 握着柳如烟的手 悲愤地说道 质问我你柳如烟 也被我的话弄糊涂了 惊恐而又迷茫地看着我 正常情况下发生这种事 无外乎打骂吵架 没有第四种可能 可我的做法 却好像完全不生柳如烟的气 反而还好像很心疼他似的 如烟我知道你不会背着我 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混蛋是不是给你下药啊 他是不是胁迫你了 他肯定是用暴力手段强奸你了 我继续悲愤松开柳如烟的手 按住王少光打了几拳 没有我没有强奸他 是他自愿的 王少光抱着头辩解 通奸顶多是道德问题 可强奸就是犯罪了 他又不是傻子 很清楚从我口中 说出这个词的分量 出轨顶多是民事纠纷 但强奸就是行事了 去你妈的强奸我老婆 你还敢狡辩 我一拳打过去怒声骂倒 随后表弟他们 把王少光从床上拖到地上 围起来又是一顿猛踢 直到我出声制止才停下来 志文他没有强奸 我是自愿的 我们都是自愿的 见王少光蜷缩着身子 在地上打滚 柳如烟浑身站立着向我解释 都这个时候了 还护着他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 如烟有我在呢 你别害怕 我知道遇到这种事 你肯定很紧张 精神上受了刺激 放心 我肯定给你报仇 我拍着柳如烟的头 就像平时拍狗那样 我要报警 在XX酒店806房 我老婆被人强奸了 说完我拿出手机 直接打了出去 我没有是他先勾引我的 听到我打电话报警 王少光也顾不上腾了 挣扎着站起来一张口 嘴里的血就往下流 柳如烟浑身一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少光 似乎失望了 去你妈的还想抵赖是吗 表弟一脚 又把王少光踹躺下了 林哥我说的是 真的是你老婆先勾引我的 我就是一时昏了头 才跟他上的床 没有强奸他 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吧 王少光被打怕了 看到在一旁提着枪刺的表弟 直接跪下来 向我求饶如烟 他说的是真的 我做出一副震惊的模样 看向柳如烟 不是我没有是雪纳 是王少光 柳如烟又惊又怒 已经慌了神 摇着头说话颠三倒四 雪纳正雪纳 我皱了下眉头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王少光你也算 有头有脸的人 先去把脸洗干净再说话 我踢了踢王少光 让他先去洗把脸 王少光一瘸一拐 进卫生间洗脸 柳如烟失魂落魄 坐在床边 剩下的人都在看着我 等我拿主意 我沉默不语 思考下一步的计划 事情已经发生挽回 是不可能了 听到正雪纳的名字 我就隐约意识到 这件事不是表面 看上去那么简单 柳如烟出轨 对我的打击不可谓不小 打王少光一顿 再跟他离婚 顶多就是出一口气 我是一个商人 要尽可能让利益最大化 估计是为了 好好表现王少光 很快就出来了 脸上和身上的血迹 都冲洗干净 腰上还裹了块浴巾 说说吧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冲王少光勾勾手指 等他站到我面前后问道 林哥我保证 以后绝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对天发誓 王少光举起手来发誓 你他妈的 我哥问你怎么解决 没问你以后要怎么样 表弟一巴掌 扇在王少光脑袋上 林哥那那你想怎么解决 王少光多多缩缩问道 我老婆说 你们是两亲相悦 你说是他勾引的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瞟了柳如烟一眼 又看向王少光问道 林哥真是他先勾引我的 给我发诱惑照片 还说那些挑逗性的话 他比我大那么多 我怎么会跟他两亲相悦 就是没管住裤裆 想尝尝老海鲜 才跟他玩玩的 王少光急忙解释 你都听清楚了 他说就是跟你逢场作戏 我差点以为你遇到真爱了呢 我不无嘲讽地看着柳如烟 这女人还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刚才要死要活 维护人家现在傻了吧 王少光你就是个骗子 柳如烟恶狠狠地盯着 王少光咬牙切齿说道 林哥我都说真话了 你放过我吧 王少光根本不搭理柳如烟 一脸讨好的继续哀求我 呵呵 我老婆都让你睡了 一句话就想让我放过 你未免也太便宜了吧 这样你去抽他十个嘴巴子 用多大的力气 取决于你有多大的决心 我冷笑一声 向王少光开出了条件 王少光没有迟疑 立刻走到柳如烟面前 把手抬了起来 王八蛋 你敢柳如烟已经恢复了理智 看到王少光的样子 就知道他要干嘛 站起来开口呵斥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王少光的手就落了下去 这一耳光 接接实实打在了柳如烟脸上 不光声音清脆 效果也不错柳如烟 直接被扇翻在床上 王少光左右开弓 打的那叫一个卖力 一口气把剩下的九个耳光 都扇完了 估计这小子也是借机出口 刚才被打的气 王少光你混蛋 柳如烟顶着一张被打肿的脸 张牙舞爪的跟王少光牛打起来 两人光着身子打得不可开交 不久前还擒龙于水的肩负淫妇 此刻反目成仇 还有什么比这报复来的更爽 隔着表弟都看傻了 怎么打着打着 这两个同一阵营的人 还打起来了 警察快来了 你先撤 把他俩的手机 还有那台DV都带走 我低声吩咐了表弟一句 趁着现场乱作一团表弟 把柳如烟和王少光的手机 以及那台架在窗前的DV机 全都塞进衣服里 悄无声息离开了酒店 文哥警察上去了 留在酒店大堂的小城 给我发来消息按住他 我一脚踹开 还在和柳如烟撕扯的王少光 吩咐了一句 小军他们几个 立刻把王少光按在了地上 不过这小子也真是够废物的 年纪轻轻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反倒被挠了得满脸花 我捡起掉在地上的被子 披在柳如烟身上 搂着他的肩膀坐在床边 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出现在客房门口谁报的警 带队的警官 环视了一下房间后问道 警察先生是我报的警 我老婆被这个混蛋给强奸了 我一脸悲愤地站起来 指着王少光说道 林志文你玩我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还告我强奸 王少光急了 他以为自己都按照我的要求做了 我就不会告他了 去你妈的 要不是杀人犯法 老子刚才就要弄死你 你强奸我老婆 打你一顿就想算了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故作愤怒地冲过去 又踢了王少光几脚 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把我拉开后问道 我是冤枉的 是这个女人先勾引我的 我没有强奸 顶多算偷情 王少光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为自己辩解 没问你 这位女士 她是否使用暴力手段 和你发生了关系 警察呵斥了她一句 然后询问 裹着被子坐在床边的柳如烟 是 是她把我骗到酒店来 她强奸我 柳如烟瞪着王少光 恶狠狠地说道 她的反应在我预料之中 之前被我捉奸在床 柳如烟不顾一切 也要和王少光周全 还让我成全他们 可见她对王少光是动了真情了 可在我的挑拨下 王少光直言就是跟她玩玩而已 甚至为了让我消气 还动手打了她 喜欢上一个人 可能只需要一眼 从爱变成恨 也许就是一瞬间 柳如烟现在就是这样 她觉得自己被王少光玩弄了感情 怎么还会向着她 告王少光强奸 无疑是个很好的报复手段 柳如烟 你个臭子 明明是你心甘情愿要跟我上床的 现在还有脸告我强奸 警察先生 我知道了 一定是柳如烟和林志文合计好的 他们给我挖坑陷害我 这是仙人跳 我是冤枉的 王少光愤怒地大喊 他万万没想到 就连柳如烟也指承他强奸 男女上床 本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尤其是女人掌握着决定权 不管是钱是不是你情我愿 有多干柴烈火 只要事后女人来一句 我是被强奸的 就足以把男人拉进地狱 就算最后真相大白 也得惹一身骚 王少光又不是傻子 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脸上是 警察没有理会王少光申冤 而是注意到柳如烟高高肿起的脸颊 他打的 柳如烟抬手一指王少光 王少光做梦也没想到 他为了向我证明 决心山柳如烟那十个耳光 竟然成了他暴力对待柳如烟的铁证 靠起来警察没有再纠结 直接下令抓人 至于证据 房间里到处都是 用过的安全套 擦拭的卫生纸 警察很快完成了取证 王少光碑带回警局接受审讯 柳如烟则是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看着警车载着这对狗男女 朝不同的方向驶去 我的脸色愈发阴沉起来 老婆给我戴绿帽子 出轨对象竟然是我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刚才在酒店客房 不过是让他们狗咬狗而已 一道开胃小菜罢了 真正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我拿过小军的手机 把他录制的视频传输到我手机里 然后截了几张图 发给了柳如烟的父母 爸 妈 我没保护好卢烟 他被强奸了 酝酿了一下感情 我给岳父母打去了电话 柳如烟家只能用平平无企来形容 母亲早年下岗 一直失业在家 父亲是个普通工人 整日酗酒赌博 弟弟柳大超是个游手好闲的废物 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正的撒瓜俩早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可以说认识我之前 这一家人为了生存 还在社会最底层挣扎 他们最荣幸的事 就是把女儿嫁给了我 说是祖坟冒青烟都不为过 我和柳如烟结婚后 他们一家算是彻底翻身了 从棚户区搬进豪宅 过上了富家屋的生活 岳父母每天吃喝玩乐 学让女儿嫁了好人家 一年两次还球游 去过的国家比我还多 柳大超缠着他姐要创业 从我之前前后后拿了几百万开公司 可他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 每次都赔得血本乌龟 现在守着家十几个人的小公司 要不是我托关系给他拉业务 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每天进出高档场所 花高价买票参加商业会谈 以成功人士自居 说白了 这一家人的底气 就是柳如烟和我的夫妻关系 如今柳如烟出了这种事 最着急的也是他们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的父母和弟弟 就连夜驱车从外地赶了过来 林志文 你干什么吃的 我姐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刚一见面 柳大超就气势汹汹的跟我撂狠话 看他架势 好像强奸他姐的人是我一样 当然 以我对这家人的了解 柳大超说这话顶多有一分 只出于弟弟对姐姐的感情 这小子以前为了讨好我 都恨不得跪地上给我舔邪了 此刻态度变得这么强硬 无非就是想掌握主动权而已 因为他们不敢确定柳如烟出了这种事 我还会不会要他 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做什么都要依附丈夫的女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明洁更重要了 我要是因此嫌弃柳如烟怎么办 要跟他离婚怎么办 他们关心的不是柳如烟遭遇了什么 关心的是以后还怎么借着女儿沾我的光 我敢百分百肯定 这家人再来的路上都已经商量好了 所以见面先给我来个下马威 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等同于先给这件事定性 是我害了柳如烟 让我心存愧疚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以此道德绑架 阻止我跟柳如烟离婚 退一万步讲 就算我非要离婚 他们也可以用这个理由要求多分割财产 不得不承认 这家人的小脑筋赚得还挺快 尽管在我看来有些幼稚 滚蛋 我抬脚就把柳大超踹了出去 志文 你干什么 刚准备坐下的岳父母连忙直起腰 一个去扶儿子 一个冲我吼道 干什么 你们都不关心柳如烟的情况 一来就急着给我头上扣帽子 碰此事吧 我没好气的训斥到 以前看着柳如烟的面子上 我还能对他们客气点 无非就当是花点钱养了三个饭桶 可他们一见面就想给我来个先生夺人 这面子也没必要给了 要不是我叫他们来还有点用处 昨晚那个电话都不会打 志文 你别生气 大超他也是着急 如烟现在怎么样了 岳母的反应很快 一看我的态度 就知道他们的计划行不通了 连忙当起了和世老 大超 你姐夫已经够着急了 你跟他嚷嚷什么 快道歉 岳父也推了柳大超一把 让他给我道歉 柳大超是个脸上藏不住式的货 他爸妈连声招呼都不打 就率先反水了 这让他很不满 站在那邪冷眼瞪着岳父母 叫你们过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说到这我故意停顿了一下 观察岳父母一家的反应 果然 一听我说事情有些复杂 一家三口的脸色全都变了 柳大超也顾不上跟他爸妈置气 拼命使眼色 那个 志文啊 谁也不想如烟出这事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好受 可现在这社会不是都开放了吗 也不能把贞洁这东西看得太重 毕竟也不是如烟自愿的 你是个男人 可不能因为这事就嫌弃如烟啊 你们结婚这些年 他对你可都是一心一意的 沉默片刻后岳父语重心长的说道 这就开始担心我会跟柳如烟离婚了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多了 谁也不想如烟出事 我也是一样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重点是怎么解决 如果如烟真的是被人强奸了 我林志文可以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嫌弃他半分 而且还要对他更好 让他早日忘掉这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摆摆手 一本正经的说道 呜 话音刚落 岳父母一家不愿而同松了口气 看来我的话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顾虑 志文 我带你回家说要跟你结婚 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 如烟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 就是嫁给了你 志文你放心 这段时间我们哪也不去 就守着如烟 开导他 让他放下心理负担 让他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 岳母连忙开始捧臭脚 狂拍我的马屁 我在心底冷笑一声 这家人真是蓄伪到了极点 还好意思说一眼就看出我有情有义 是看中我多才多一才对 我可是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次去留如烟家 他们一家人是如何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就直奔我停在门外的车 围着车品头论足了半天 才想起来要去留如烟的是我 而不是那辆价值百万的车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昨晚我已经报警 把强奸如烟的混蛋给抓起来了 可刚才我收到消息 那家伙说他没有强奸如烟 他说如烟是自愿的 而且还主动勾引他 见岳父母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完全不担心柳如烟的遭遇 我只能强行把话题撤回正轨 杀 杀意思 岳母瞬间傻了 脸上还是笑模样 眼神已经呆了 意思就是现在还不确定 如烟到底是不是被强奸 也有可能是他婚内出轨 趁着我去外地谈生意 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冷笑着说道 不可能 如烟不是那种人 志文你肯定误会了 如烟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 一定是那个混蛋想要减轻罪责 故意胡言乱语给如烟泼脏水 你可不能相信啊 岳母的身体晃了晃 一把扶住桌子为他女儿正清白 志文啊 你和如烟结婚这些年了 他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坏 你可千万不能当真啊 那个混蛋不光想毁了如烟的清白 还想毁了你们夫妻俩的生活 强奸犯的话怎么能信呢 岳父也急忙说道 姐夫 肯定是那家伙故意的 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就连一直在生闷气的柳大超也顾不上了 摆出一副义粉甜音的架势 我肯定是相信如烟的 可是 我说到一半停下来 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可是什么 志文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你直说就行 岳母急得直搓手 哎 昨晚我赶到酒店的时候 如烟亲口说 她跟那个男人两厢情愿 还让我成全他们 我叹了口气 把昨晚柳如烟的原话复述了一遍 杀 这 怎么会这样 岳母再也撑不住 脚下一软顺着桌子探坐在地上 岳父和柳大超也顾不上管他 一家三口全都猛了 他们脸上 甚至还浮现出一抹绝望的神情 因为他们很清楚 被强奸和出轨是两个概念 柳如烟被强奸 他属于受害者 就算我要离婚 该分割的财产一分也不会少 就算闹到法庭打官司 法官也可能处于同情的原因 多分给他一点 可如果是婚内出轨 那柳如烟就是过错方 一旦离婚 柳如烟能分割的财产 肯定会大大缩水 甚至还有可能会近身出户 最重要的是 我刚才表明的态度 如果柳如烟是被强奸的 那么无论出于感情还是道德 我都不会抛弃他 可要是他给我戴绿帽子 那我还能容得下他吗 岳父母就算脸再大 也没这个自信 不过我怀疑如烟是被人吓了药 意识不清楚才说那些话的 我也跟警察说了我的怀疑 但这件事最终会怎么定性 一方面要看警察调查的结果 另一方面就是如烟的口供了 眼见岳父母一家 已经被打击得差不多了 我话锋一转又说道 对对对 肯定是这样 肯定是被吓了药了 如烟不是那种不知廉耻的人 岳父母仿佛落水后 抓住了救命稻草 不停点头认可我的怀疑 警局那边我得随时过问 还有生意上的事也得盯着 如烟人在医院 我恐怕不能在身边照顾他 月儿已经咬勾了 我隐晦地表示 不会去医院照顾有如烟 一个背叛我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去照顾他 志文你放心 如烟有我们 你忙你的 别耽误正经事 岳母很知去递接过我的话查说道 行 这回医院已经上班了 你们就过去陪陪如烟吧 多开导开导他 我一会还有事 就不留你们了 目的已经达到 我直接下了逐颗令 岳父母一家 现在最着急见到的 就是柳如烟了 当下就告辞去了医院 希望他们马到成功吧 我看着消失不见的车尾 给表弟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哥 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的意思是离了吧 那种女人不值得 表弟一进门 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我们兄弟间的感情 不用多说 发生这种 最气氛的除了我之外 就是表弟了 昨天要不是我拦着 他真能把那对狗男女给捅了 离婚是肯定的 这点毋庸置疑 不过光离婚 有点太便宜他们了 敢给我戴绿帽子 不扒下他们一层皮 我是不罢休 我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恶狠狠地说道 要不我跟小诚安排一下 把王少光的三条腿 都给他卸了 表弟想了想 出了个主意 咱们又不是黑社会 打打杀杀像什么样子 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不过我要合情合理 还要合法 我林志文能在生意场上纵横驰骋 因为我足够光明正大 施压八亏不是我的性格 报复是必然的 但我也要光明正大地报复 小军走后 我将他带来的那台滴滴机 拆下了内存卡锁进保险柜 然后拿出那两部手机 我试了几次 因为有密码打不开 不过这难不住我 装上手机 我就直接去街上找了家手机维修店 相比起保险柜的机械锁 手机这种电子密码锁 其实完全不开一击 掏了一百块 不到十分钟 两部手机就顺利解锁了 我先去了公司 安排副总去外地 接替我继续谈业务 然后开始研究这两部手机 王少光的手机内容 简直不堪入目 相册里几百个 既全都是L照和自拍视频 至于聊天信息 也全都是和各种女人打情骂俏 内容露骨到了极点 我翻出他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好家伙 两人从两年前就勾搭上了 令我无语的是 王少光给柳如烟的备注 竟然是魏王人圣体 什么叫魏王人 这他妈是诅咒我早死吗 最开始是王少光主动的 聊天内容还算正常 就是正常的交流 柳如烟的回复也很得体 乍一看就像是两个 刚认识不久的朋友 韩轩一样 差不多一个月以后 王少光的语风开始变了 夸柳如烟漂亮 年轻 身材好 看上去就像十七八的小姑娘 一点也不像三十岁的女人 柳如烟也很享受这种夸赞 一开始还谦虚几句 后来就坦然接受了 经常用一些娇羞的表情包 回复王少光的奉承 再往后 王少光就开始得寸进尺了 说一些比较露骨的话 我昨晚梦到你了 醒来床单都是了 我最怕站在你身后 尤其是你穿紧身裤的时候 横看成岭侧成风 你就像一团火 要把我烧干了 这种话要是情侣之间来说 也正常 顶多算调情 要换作别人说 那就是耍流氓了 我以为柳如烟会表现出厌恶 可他偏偏就坦然接受了 三十岁的女人 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 自然明白王少光在打什么主意 他的回应就是 发一些极具诱惑性的照片 而且全都是他本人的 可能在他看来 这样做很刺激 用文字交流了两个月左右 王少光发出邀请 柳如烟赴约 第一次发生关系的过程 不是很顺利 柳如烟是抗拒的 但因为某些原因 被王少光的手了 从那以后 柳如烟也就破罐子破摔 放任自留了 甚至还对王少光产生了感情 这对狗男女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们趁着我外出不在家 全是上点档次的酒店 都被他们睡变了 两人的聊天内容 简直就是一不约档案 除了上床这点事 我还发现了另一件事 王少光是故意接触柳如烟的 但并不仅仅是他说的那样 贪图柳如烟的长相和身材 他真正的目的是我 因为柳如烟是我的老婆 有这层关系 他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一些 我生意上的事 王少光要做的就是 把我的枕边人 发展成他的商业间谍 窃取我公司的机密情报给他 事事如他所愿 两人勾搭在一起半年左右之后 王少光第一次试探着提出 让柳如烟帮忙打听 我公司内部的情况 柳如烟同意了 从那之后到现在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 柳如烟先后十几次 给了王少光 我公司的机密情报 其中包括一些大型工程 和国际大厂的业务合作 还有一些招标信息 如果换算成金钱的话 差不多有几十个亿 当然实际损失没那么多 不然我公司早就破产了 一方面我公司有实力 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有手腕 间接挽回了不少 难怪有几个大项目 我明明准备充分是在毕德 最后却被王少光的公司 截足先登摘了桃子 当时我也怀疑 是不是泄露了机密 还在公司开展了几次自查 可查来查去 最终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不了了之 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那间竟然就是柳如烟 同床共枕六年 我自认对柳如烟掏心掏肺 没有做过任何一件 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所有的心愿 我都竭尽所能帮他实现 没想到 他不但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还被刺我 我对柳如烟的恨 不知不觉又加深了一分 柳如烟的手机 倒是要比王少光干净不少 打情骂俏的异性 只有王少光一个 聊天记录 和我在王少光手机上看到的一样 没有什么出入 我大致翻了一遍 开始找另一个人 郑雪娜 柳如烟和郑雪娜的聊天记录 堪称海洋 最早的都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 不过太早的对我没什么用 我按日期搜索到了两年前 如烟 林志文就是个工作狂 我认识个富二代 年少多金 长得也帅 要不要我介绍给你 你又不是卖给林志文了 偶尔追求点刺激 有什么 林志文三天两头 去外地出差谈生意 你就敢保证他能守身如玉 要我说天底下男人都是一个德性 家里红旗不抖 外边采旗飘飘 林志文的条件 你敢保证外边没有女人缠着他 姐妹 你都三十岁了 青春一去不再 再过几年等你变成黄脸婆 你看林志文还碰不碰你 咱们女人不能白活一世 即是行乐才是王道 等你玩不动了再想可就完了 那个富二代看了你的照片 口水都流出来了 只要你点头 我帮你们安排 想想吧 人家年轻力壮火力旺 你不吃亏 我保证 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他知 这件事就咱们三个知道 王少光跟你说的那是 你考虑考虑 林志文生意做得这么大 不差那几个钱 你也能拿点好处 从酒店客房里 刘如烟口中说出郑学娜的名字时 我就敏锐地感觉到 这件事不仅仅是出轨那么简单 郑学娜可能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如我所料 郑学娜果然不简单 她和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她和王少光的聊天记录 处处都透露出 她在三个人当中扮演一个前客的角色 一方面她不断在王少光面前提起柳如烟 夸她长得漂亮身材好 让王少光对柳如烟产生兴趣 然后又开始给王少光出谋划策 鼓动她勾搭柳如烟 等两人真的发生关系后 她又教唆王少光利用柳如烟 是我老婆的身份 窃取我的公司机密 在床上睡了我老婆 在生意场上打败我 这种成就感带来的诱惑 是王少光无法抗拒的 另一方面 郑学娜又以闺蜜的身份 不断劝说柳如烟追求刺激 然后就是把王少光介绍给她 等那对狗男女苟且到一起后 她又唆使柳如烟答应王少光的要求 盗取我公司机密 而且她还要求柳如烟 不要把感情和生意混为一谈 意思就是柳如烟和王少光上床 可以自愿免费 但商业机密是要收钱的 柳如烟从我这盗取的十几份机密 王少光一共付了一千多万 这笔钱郑雪娜和柳如烟三七开 郑雪娜拿大头 看完这三个人的聊天记录 真相已经大白于我 我把柳如烟和郑雪娜 郑雪娜和王少光 王少光和柳如烟三个人的聊天记录 全部复制了一份 这些东西可都是证据 做好这一切后 我就静等局势发展了 主动权已经彻底掌握在我手里 见招拆招 伺机报复就是了 第一个电话是警局打给我的 王少光拒绝承认强奸 他要求和我以及柳如烟当面对峙 他的理由还是酒店那一套 认为这是我和柳如烟 联手做套陷害他 是在玩仙人跳 王少光还说 他对我这种献弃牟利的行为很不齿 警察先生 见面就不用了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打死他 至于他说这是仙人跳 就更没依据了 我林志文在商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论实力比王少光指强不弱 我既没有要求王少光 给我做出经济赔偿 也没有让他做任何事 何来献弃牟利的说法 是不是强奸 我说了不算 法律说了算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是我老婆 毕竟他才是当事人 等警察说完后 我用很激愤的语气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我相信警察会认可我的说法的 毕竟论名气 论名声 论地位 论人品 我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陷害王少光 更不可能用我自己的老婆当诱饵 挂断电话后 铃声随即响起 是郑学纳打来的 郑学纳和我也算是老熟人了 我刚开始创业办公司的时候 她是我的秘书 不过相比起秘书这个职位 她似乎更想当老板娘 每天在我面前搔手弄资 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不催不做 那时候公司只有30多号人 为了拓展业务 大家忙得脚步沾地 熬夜加班都是常识 只有郑学纳 一天天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 拎个小包像是来参加游园会的 林总 人家今天这套衣服好看吗 林总 人家今天化的妆你喜欢吗 林总 人家今天过生日 晚上能去给我庆祝吗 除了发胆卖骚 她就不会干别的 还经常趁着给我送资料文件的机会 往我身上蹭 什么走路崴脚了 什么端背烫手了 电视里那些绿茶的特质 几乎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 到后来她愈发肆无忌惮 不停向我施爱 甚至还公然在公司里 以我女朋友自居 我开公司是为了做事业赚钱的 不是跟女秘书调情的 所以三个月试用期还没满 我就找个借口把正雪拿开了 之后又陆续招过几个秘书 可要么就是偷奸耍华之徒 要么就是心比天高之辈 等到公司出城规模后 柳如烟成了我的秘书 相比起前几人秘书 柳如烟不是最机灵的 但绝对是最踏实的 没有那么多废话 没有那些作妖的表现 有工作就做 没工作就在办公室待着 正因为有之前那么多对比 所以我对柳如烟的印象一直不错 而且她也很能吃苦 曾创下过一个月内 陪我出差连去六国的记录 在一起相处的久了 我也慢慢对她产生了感情 见惯了太多商场上 而与我扎栗子当头的嘴脸 我觉得柳如烟这种质朴的性格 很难能可贵 后来我也到了结婚的年纪 就向柳如烟求婚 然后顺理成章结婚 直到婚礼上我才知道 原来柳如烟和郑雪娜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很好 算得上闺蜜 不过那也没什么 谁还没几个朋友 不能因为我讨厌郑雪娜 就把柳如烟也跟她归为一类人 结婚后柳如烟就辞职 当起了全职太太 我们都属于上不用照顾老人 下不用抚养小孩 也没有那么多烦心事 白天我忙于事业 她购购物渐渐身 晚上一起吃饭聊天 享受二人世界 也挺好的 我一直都觉得 选择柳如烟当老婆 是个很正确的决定 直到接到小城的电话之前 郑雪娜打电话 是约我见面的 没说理由 但我能猜到一些 这些年来 我和她见面的次数 屈指可数 还都是柳如烟在场的情况下 不是我林志文怕老婆 不敢私下单独和异性见面 而是不能和这种 明知心术不正的异性 单独见面 我已经结婚了 要忠诚于婚姻 这是原则 做生意和做人一样 有底线有原则 才能走得更远 贪是大忌 无论贪财还是贪色 也许能得到一时的愉悦 但最终还是会遭到反噬的 只是我没想到 严于律己的结果就是背叛 柳如烟还真是该死啊 尽管她的背叛 好像看上去 都是由郑雪娜一手推动的 但并不意味着 她就是受害者 就值得同情 她是成年人了 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坚守 如果不是心里有这种苗头 又怎么会被别人叫唆两句 就去付出实践 没了郑雪娜 还有赵雪娜 陈雪娜 归根结底犯错的是她自己 见面的地点是一间咖啡厅 看着面前等同于陌生人的老熟人 我不禁觉得有些荒唐 真是世风日下 什么妖魔鬼怪都跳出来了 林总现在可是名人了 郑雪娜端起面前的咖啡 自以为优雅地搅动的勺子 说出来的话 却是有些阴阳怪气 呵呵 你确定是现在 我很早以前就是名人了 我靠在椅子上 不嫌不淡地说道 那不一样 林总以前出名是因为生意 现在可是为了生活 对于林总这样的大人物来说 后院起火可不怎么光彩啊 郑雪娜抿了口咖啡 开始嘲讽起我来 消息够灵通的嘛 不愧是柳如烟的闺蜜 人活一世 谁还能保证不遇到几个人渣 我无非是倒霉了点 比别人多遇见几个罢了 我依旧是一副不嫌不淡的口吻 林总倒是看得开 我过于平淡的反应 让郑雪娜有些生气了 忍不住挖苦道 在他看来 老婆出轨 我应该暴跳如雷怒发冲关才对 不然呢 一哭二闹三上吊 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那不是脑子有坑吗 我笑了笑反问道 郑雪娜一下争助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林总生意做得不错 可看人的眼光不是一般差 不知道被自己老婆戴绿帽子的滋味如何 你后悔吗 如果当初你选择的是我 今天也不会这么尴尬吧 哈哈 真是天道好轮回啊 郑雪娜恼羞成怒 直接挑明了柳如烟出轨的事 五五开吧 我的确看错了柳如烟 不过没看错你啊 当初要是选了你 恐怕这顶绿帽子 我早几年就戴上了 我没有生气 很平静地反讽了一句 郑雪娜快要前率技穷了 跟他生气 我还嫌自降身份呢 林总 今天约你见面不是为了吵架 我是来帮你的 郑雪娜见他的话对我不起作用 只能变换策略了 一见面他就对我出言挑衅 各种讽刺挖苦 其实目的很简单 我们本就是两个层面的人 无论以前还是现在 我都是他触不可及的存在 当初他求爱未果 又被我赶出了公司 对于他这个虚荣心极强的女人来说 我当初做的事 就等于是把他扒光了扔到大街上 是他能记一辈子的耻辱 如今柳如烟出轨 郑雪娜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报复我的机会 即使是口头羞辱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报复 他想看到我难堪 想让我愤怒 想让我因为老婆出轨而失态 可我怎么会让他看我的笑话 他也只能像个猴子一样 在我面前无能狂怒一番 然后乖乖回到正题 出口气只是附带的 郑雪娜还有别的目的 席耳恭听 我点点头 知道郑雪娜要展露出他的真实嘴脸了 嘴上说要帮我 其实不过是想跟我提条件罢了 按照我的分析 郑雪娜应该是想借柳如烟出轨这件事捞点好处 林总 你生意做得大 是场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是没管住自己后院 柳如烟背着你偷汉子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对你影响不小吧 以后别人提起你 恐怕最先想到的都是你头上那顶绿帽子 到时候你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你名下的几家公司 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 到时候你丢的不光是人 还有可能把这些年辛苦打下的江山都丢了 我也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给你出个招 把你的损伤降到最小怎么样 郑雪娜往前凑了凑 低声对我说道 难为你想的这么全面 不过郑雪娜 咱俩说白了也就是前雇主和员工的关系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想帮我 除非你有别的条件 我故意沉次了一会 然后说道 聪明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给我三千万 这件事我帮你摆平 郑雪娜开出了他的条件 三千万 果然 三千万我倒是掏得起 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办到 就凭你一句话 我不动声色继续问道 因为除了你和柳如烟 还有那的王少光 我是唯一的知情人 只要你们不说 我不说 那这件事就不会有别人知道 家丑不可外扬嘛 过段时间你随便找个什么理由 跟柳如烟离婚 还能照常做你的生意 一切就像是没发生过一样 既甩掉了背叛你的女人 还不影响自己的名声 你就说这笔钱花的值不值 郑雪娜还以为我被说动了 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这三千万是你跟我要的封口费 我花钱买 你替我保守秘密 我又问道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郑雪娜坦然承认 可我要是宽宏大量一些 原谅柳如烟 再跟王少光谈谈 我们都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那不也是守住了秘密吗 我为什么还要多花这笔钱呢 我故意说了个有漏洞的建议 林总 你刚才是不是没认真听我说话 你们不说 但能保证我不说嘛 我相信你们都不想把这件事声张出去 因为你们都是当事人 可我不一样 我就是个吃瓜看热闹的 万一我忍不住说漏了嘴 丢人的是谁 郑雪娜嗤笑一声 挑衅地看着我 明白了 你只是想借这件事从我手里拿钱而已 三千万啊 郑雪娜 你知不知道这已经属于敲诈勒索了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生气地质问郑雪娜 谁知道是我说的 留言这东西本就是重口成精 谁能查找到源头 林总 你奋斗到今天不容易 别为了一点小钱把自己毁了 破财免灾嘛 我可以跟你保证 只要钱到手 我立刻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郑雪娜还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呵呵 郑雪娜 这么多年 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沉默了片刻后 我突然笑了起来 什么意思 你不想给 我可提醒你 我的嘴不是很严 到时候外面传出什么新闻别怪我 郑雪娜瞪着眼睛威胁我 从你开始给我当秘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除了臭美爱发浪之外 简直一无是处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 你都把时间浪费在什么地方了 都说十年磨一剑 你要事业没事业 要成就没成就 连坏事都做不明白 与其整天琢磨怎么害人 还不如抽点时间去看看电影 看看人家是怎么敲诈勒索的 就这脑子还来跟我谈条件 你是真不知道死活呀 我无奈的摇摇头 拿出一直在录音的手机 点了播放 什么意思 你不想给 我可提醒你 我的嘴不是很严 郑雪娜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 你录音 郑雪娜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扶着桌子站了起来 要不说你笨呢 我耸了耸肩膀 嘲讽道 就这种智商还来威胁我 真是不知死活 行 林志文 有你的 这三千万我不要了 这不算敲诈勒索了吧 你就等着丢人吧你 郑雪娜气得浑身直抖 干脆破罐子破摔 要跟我鱼死网破了 不要钱 自然不能算是敲诈勒索了 只不过这一段没有录音 无所谓 随便你去宣传好了 柳如烟是被强奸的 不是出轨 你要是非要说他背着我偷人 我正要告你造谣诽谤 郑雪娜的威胁对我根本没有作用 在我的引导下 柳如烟是被强奸的 是受害者 和出轨无关 你胡说 王少光缠柳如烟身子 柳如烟下肩放荡 他俩就是肩负淫妇勾打成肩 郑雪娜的脸色变了又变 硬着头皮脚变倒 可能最近的确是这样 不过一开始好像是你在出力吧 柳如烟为什么会上王少光的床 王少光明知他是我老婆 他哪来的胆子 那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我低头摆动了几下手机后 抬头看向已经破防的郑雪娜笑道 你 你怎么知道 郑雪娜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 碰到了桌上的咖啡杯都没察觉到 我不光知道 我知道的还很多 而且我还有证据 从你开始给王少光当有开始 你们的故事我都是当连续去看的 假装怀孕妄想嫁入豪门被拆穿 挨得顿打还舔着脸凑上去当奴隶 等王少光厌烦你了 你又开始给他物色新对象 柳如烟不就是你介绍给他的吗 一边洗脑王少光 让他认为睡楼的老婆很有成就感 一边又忽悠柳如烟 让他学着变成一个当妇 他们第一次去酒店开房 还是你给柳如烟酒里下的药吧 那天晚上你全程躲在窗帘后边用DV拍摄 事后还拿视频威胁柳如烟 柳如烟后期自甘堕落是他的问题 可把他推进堕落之门的是你 你让柳如烟盗取我公司的机密文件 卖给王少光 你俩三七分赃 这些是我可都清楚得很难 教唆强奸 协助犯罪 倒卖商业机密 郑雪娜 你觉得你身上有多少罪名 我把手机扔到桌上 让郑雪娜自己看 手机图片上 全都是我截取的他和王少光的聊天记录 柳如烟第一次出轨的过程其实挺复杂 他既有追求刺激的冲动 也有着一丝仅存的廉恥之心 言语上的放荡和付诸实际是两个概念 所以当王少光约柳如烟出来喝酒 并且提出开房的要求时 柳如烟是拒绝的 至于他是不好意思脸 还是不敢就不得而知了 作为介绍人 郑雪娜给柳如烟的酒礼下了点药 三个人顺理成章去了酒店 也不是门害药 顶多有点置换的效果 柳如烟从抗拒到半退半就 再到任气自然 郑雪娜全程担任摄影师 中间还客串了几场 他们是想用那段视频威胁柳如烟的 可没想到柳如烟经历了从零到一的过程后 就彻底放开了 出轨这种事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从哪来的 你 郑雪娜看着我的手机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把手机往地上使劲一摔 歇斯底里地叫道 现在你又添了一条罪名 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这东西我备份了百八十个 你踩断脚也踩不完 我看着郑雪娜像疯子一样 用高跟鞋蒙踩我的手机 漫不经心地说道 郑雪娜一下就停住了 由于片刻后 抓起桌上的包包就准备跑路 可惜已经迟了 几名警察推门而入 禁止朝我们走来 刚才我就报过警了 警察先生 我报案 这位郑雪娜女士 敲诈勒索我三千万 教唆他人强奸我老婆 并且协助他人犯罪 而且还充当商业间谍 窃取我公司商业机密倒卖 我有完整的证据 我举起手来 现场报案 郑雪娜都傻了 呆若木鸡站在原地 任由警察给她戴上手铐 来之前 她志得一满要带着三千万回去 可现在 她自己都回不去了 凭我手里的那些证据 再加上我公司法务的努力 我已经可以下定论 至少在未来的十多年里 郑雪娜是呼吸不到 高墙外的空气了 柳如烟 王少光 郑雪娜 这三个人的关系缠绕在一起 错综复杂 既然他们伤害了我 就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郑雪娜已经被抓 等待她的是法律的严惩 和牢狱之灾 下一个 就是王少光了 不提她用非法手段 窃取我商业机密 不正当经营的事 光是她和柳如烟通奸这一条 我就不可能放过她 虽说柳如烟后妻 大多是自愿且主动的 可她毕竟是我的合法妻子 我林志文的老婆 难道是人尽可夫 谁想睡就能睡的吗 警局的消息传来 通过调查和询问 柳如烟咬死了王少光强奸她 这也等于是落实了王少光的罪名 她的下场和郑雪娜一样 只能去监狱度过一段 漫长而痛苦的时光 这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内 我为什么要把柳如烟的父母和弟弟 从外地叫回来 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 在他们面前演戏 为什么还要顺理成章 让他们去医院照顾柳如烟 不就是为了让柳如烟咬死王少光吗 虽然从严谨的角度来看 这一次我去现场捉奸 柳如烟和王少光只能算偷情 是你情我愿的事 可我总不能自己去劝说 柳如烟咬死王少光吧 别说我现在不想见到他 光是教唆他人做伪证这种事 我也接受不了 这种事 还是让柳如烟的家人去做吧 他们舍不得眼前的荣华富贵 必然会不惜一切手段 说服柳如烟的 事实也如我所料 柳如烟做得很出色 只要他不松口 王少光的罪名就做死了 不管王少光承不承认 酒店遗留下来的那些证据 已经可以证明 两人确实发生了关系 至于关系是怎么发生的 就要看柳如烟怎么说了 是当一个被侵犯的受害者 还是当一个人人鄙视的荡妇 他自己也会权衡利弊 况且就算柳如烟对王少光 一往情深 临时改口 我照样有办法 送王少光去吃牢饭 毕竟证据都在我的手里 正如我对表弟说的那样 最先坐不住的就是他父亲王忠军 王忠军是老牌企业家了 我上学的时候 他的名气就不小 他老年得子 王少光就是他的心头之宝 如今出了这么档子事 已经退居幕后的王忠军 不得不出来替他儿子收拾烂摊子 见面的地点是全市最高档的酒店 不论酒水还是菜品 规格都是顶尖的 一顿饭没有六位数拿不下来 当然到了我这个身份 不会为了一瓶好酒 减案好菜就屈尊降贵 王忠军这么做 只是想表示对我的重视 志文 少光的事我都知道了 放他一马 条件你提 刚一落座 王忠军就开门见山说道 人老成精 王忠军一把年纪了 眼光自然独到 从他儿子被抓后 估计他就已经看出问题本质 猜到是谁在主导这件事了 王老 您是前辈 按理说您开口 我不敢不从 可问题是您儿子做的事 要我怎么放过他 我端起辆酒气 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饮而尽黄黄问道 这么说 你是不给我这个面子了 王忠军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王老叫我来 是给我面子 我刚才喝了那杯酒 是给王老面子 不知王老还想要多少面子 做生意也要讲得道义 您子用下做手段将我便宜 我自认记不如人 可怜我老婆都不放过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听说王老的新婚老婆 是个年方二十的大美女 要是我把她带上床 不知王老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呢 我轻笑一声 将两酒气里剩下的酒 倒在地上问道 林志文 送你一句话 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王忠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雪白的胡子抖个不停 显然是被我的话给气到了 呵呵 不气声还叫年轻人吗 王老 我也送你一句话 龙磐虎卧 人上了年纪就得服了 既然你没管好王少光 我就替你管教管教 你要不服气 那咱们就碰一碰 看看我林志文这条强龙 压不压得住你王家这条地头蛇 我林志文从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 你王忠军有这个魄力吗 敢碰我老婆 没让你儿子变太监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别的了便宜还卖乖 我今天把话撂着 你儿子这劳作定了 他名下的生意我也施定了 不服赖战 我将手里的两酒气扔在地上摔碎 起身离开 王忠军没想到我的态度会如此强硬 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小事我可以尊尊哦 这种事他还不配 当晚消息传来 王忠军突发脑溢血 中风偏瘫 王少光最后的底牌也就此羡慕 没了王忠军 他就是只任我拿捏的蚂蚁 王少光坐牢的事已成定局 他再不服气 也没有能力给自己翻身了 至此 这个睡了我老婆的男人 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剩下的就是柳如烟了 王少光伤了他十个耳光 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也不肯出院 倒不是那十个耳光有多重 而是他不敢出院 或者说是他不敢面对我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柳如烟是被强奸的 但真相如何 柳如烟心里清楚 而且他知道我也清楚 如何面对我 就成了柳如烟最不想面对 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最终 在医院下达的DN次出院通知后 柳如烟不情不愿地 在他父母和弟弟的护送下 回到了我们的家 一家四口在一起这么多天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心里都明镜似的 不过保住我和柳如烟的婚姻 就等于保住了他们的荣华富贵 所以 他们都表现得异常殷勤 从我进门开始 柳大超给我拿拖鞋 岳母给我倒茶 岳父续寒问暖 一切都好像回到了 我还没有和柳如烟结婚时的状态 最冷静的 反倒是柳如烟 始终低着头 一言不发 签字吧 这些东西我早就准备好了 从那晚捉奸现场开始 我和柳如烟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之所以把柳如烟留到最后 就是为了创造条件解决 郑雪娜和王少光 解除婚姻关系 近身出乎 姓林的 你跟我们玩音的 柳大超拿起离婚协议看了一遍 当场就翻脸了 他们一家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是为了保住这段婚姻 现在我突然提出离婚 还让柳如烟近身出乎 他们完全无法接受 什么叫玩音的 你姐背着我跟别的男人鬼混了两年 全是大小酒店的房都开变了 我戴了两年的绿帽子 难道想摘下来都不行 我反问道 柳大超一时语色 显然他是知道一些他姐姐做过什么事的 最震惊的当属柳如烟了 瞬间抬起头直勾勾盯着我 他并不清楚 我已经知晓了他所有的秘密 志文 你可不能张口胡说啊 警察都定性而是强奸 你还能不信警察的 岳母回过神来 试图用警局的话说服我 可他不知道 警局的结果也是我引导的 我翘起二郎腿看着这一家人 志文 两口子过日子 那面有磕磕碰碰 如烟可能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放心 他以后一定改 我们全家都给你当牛做马 你给他的机会吧 一夜夫妻百夜恩 你们结婚这些年了 总是有点感情的吧 岳父也不再抵赖 隐晦地承认他女儿确实有出轨的行为 不过还是打起了感情牌 希望我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原谅他女儿一次 我和柳如烟结婚六年 他背叛了我两年 要不是看在前四年的情分上 我会送他和王少光一起进监狱的 不光给我戴绿帽子 还充当商业间谍 窃取我公司机密卖给王少光 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吗 净身出户已经是我最大的宽容了 我要是真想追究 你们一家后半辈子都得给我打工还债 趁着我现在心情好 赶紧把字签了 你们住的那些房产和车子都给我送回来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柳如烟 你自己考虑吧 是主动滚蛋 还是我叫警察来请你吃几年劳饭 王少光有什么癖好你比我清楚 不过那些东西都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想当那些付费网站的女主角 最好不要再抱什么幻想 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我是什么人你心里有数 我能掏心掏肺对你好 也能把你打入地狱 我意味深长地说道 从创业开始 我吃了不少亏 摔了不少跟头 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杀法果断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富人之人只会留下无穷隐患 我签字 但我有条件 你把那些东西给我 柳如烟沉默片刻 最终做出了决定 傻女儿 你不能听她的 她就是一分钱也不想给你 不行咱们就打官司 我就不信 这世上还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岳母拦住准备签字的柳如烟 急头白脸地说道 对她这种掉进前眼的人来说 我和柳如烟离婚也是为了钱 没错 我是为了钱 可也不完全是为了钱 没让柳如烟去牢里住几年 已经是我纠结了好几天才做出的决定 毕竟前四年 她还是不错的 可她背叛了我 净身出户就是对她的惩罚 够了 除了钱你们还知道什么 要打官司你们去打 我自己造的念 我认了 柳如烟推开怨舞 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的六年的婚姻 自此结束 郑雪纳和王少光进了监狱 柳如烟近身出户 我也伤了感情 整件事没有谁是赢家 全文完